快点 别跑 海棠 你已经起来了 海棠 让我上 海棠 海棠 你好 刚刚有没有看到 地下的飞机是哪个编号的 原因 你怎么没上火车 我看你下来 就跟你一起下来了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一窗门就跳下来了 没事 我懂 别说了 他们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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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呢 还有海棠哥哥 他不跟咱们一块儿走了吗 怎么办 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你别高急 海棠 他们几个大人 顶多是错过这趟车 等咱们到了下一站 跟他们会合也不迟 既然他们都知道终点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赶过去的 咱们呀 等着昆明跟他们相聚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车已经开走了 要不然 要不然 我们买下一班 我身上还有钱 云云 你拿去买下一班走 山哥等你呢 不行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 云伯伯 火车已经走了 火车已经走了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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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伯现在的心思 已经不在这儿了 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 咱们必须得离开杭州城 杭州恐怕是保不住了 你拿东西 林伯伯 林伯伯 咱们必须得走了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走行吗 好 走 来 小山 拿东西 好 我来 我来 一辈子开不了 那你就养他一辈子喽 怎么 你不想报答我 好吧 我答应你 如果他三生三世 都不开花的话 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他 哎呦 不是 都大轰炸了 你们还不跑 在这儿发什么愣呢 你们也是来捡桥找人的吧 别找了都撤走了 逃命吧 快 他们才没撤呢 要不是他们 这找又大平 这炸弹可是会炸死人的 这个人 本次战役 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抵抗 以保护长江航道 以防敌舰沿 killers 韩光忠队作为空中支援力量 实行两种作战计划 第一 尽可能炸毁敌方航空母舰 以卸方要塞 第二 炸毁敌军舰载机力量 保护黄山台 西山台 两座炮台 由于我军海军主力舰 以大部分浮沉 没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 所以 这次我们没有援军 只能靠自己 还有一点 简桥机场被炸毁 目前 只能暂时借用 乔思机场临时停烤加油 乔思机场所剩燃油不多 并且也没有维护 飞机的能力 也就是说 咱们那油都省着用 可这油 怎么是 我已至此 除我等生死 岂有大灾 打完这一仗 就可能再也加不上油了 发什么呆 安徐 怎么了